如果各位 已经有放一些 那个什么,资料上去了 那 我说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 统计资料 统计资料它可以帮你看 今天你看 你今天有多少人看一个网页 昨天呢 上个月呢 然后另外怎么都没有啊 再无足够的统计资料 其实稍后再试 对不起,这个是我这个网站比较不常用的 可是我今天换一个我常用的网站给各位看 这就是我常常放课程的网站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统计资料 就可以看这边 今日浏览网页次数22 昨天有21 上个月 总共有1700多 然后 开战以来网页浏览记录39000多 OK 然后你就可以看 这边 现在发表网 就是 最近 浏览网页个数最多的是这个 有17次 然后这有 12次 居然是看我自己自我介绍 然后反而课程看的影片 太少了 OK 然后从哪里来的 Google搜寻的 或者是从YouTube 连过来的 这边都有 甚至还有可以更多 更多你就还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你看这边还有 世界地图 然后 对不起 因为它太浅了 有些比较深的代表是从哪些国家来看 那你可以看 从台湾 连过来看我的部落格有259个 美国有16个 位置地区7个 瑞士2个 德国2个 哇 居然这边都有可能有 那当然可能是华裔的人 才能够看得懂我在干嘛 OK 然后通过哪些浏览器来看的 你看有 Sanson Browser 所以可能就是用手机看的 那这边 哪一种装置看的 这边都可以 从电脑上看 Android iPhone Macintouch 等等的 然后右手边这边 就是它刚才这边的 台形图 OK 这边都可以记载 所以呢 这个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看 然后之后呢 未来有这个收益 收益我先跳过来 我先跳到我之前 这个是比较不常用的 收益这里 你可以申请ABSANCE 但是各位现在不要按 你按了之后 你不会通过 因为 资源数太少 粉丝太少 所以 申请 它不会通过 因为我举个例子 我当时 要把刚才那个网站 就是我那个放课程的 这个网站 这里 收益 然后 涨得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已经申请过了 然后 涨得就不太一样 就可以 点击从这个 前往ABSANCE 查看我的收益 就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 收了多少钱 就是 人家浏览我的网页或YouTube的影片 总共点击多少了 然后大概现在和 他可以付你的钱 是多少钱 OK 好 那但是呢 先跟各位说 因为我当时在申请这个同时 我又有对另外一个账号 同时提出申请 我另外一个账号 当时的 Blogger的篇数有 7篇 可是我申请出去之后 他跟我说 那个什么 我没有通过 因为 变数太少 好 所以这边 我把这边的Gmail 分享给各位看一下 我给他Gmail一下 好 像这个地方我就搜寻 ABSANCE 好 然后这边 ADSANCE 这边就有很多的Mail 好 从最早 他这边 好 有 有写说 那个什么 我的通过来 来 Google ADSANCE 以审查你的 申请 好 他这边就是 因为你那时候提出申请 然后他到时候 没多久就收到一封信 他已经开始用你的ADSANCE 然后提出申请 他来那个 然后接下来 这里就 比如说 暂缓付款 还什么都 付款什么 这里 就陆续有一些 资料 跟我讲说 我有没有通过 然后通过了之后 干嘛干嘛 该做什么事情 我暂 暂 暂缓付款通知 然后就是因为 今天我申请通过之后 我还要申请说 去银行 去建立账户 然后到时候 到达了100美金之后 他的支票要汇到哪里去 OK 但是我因为我还没设 所以他就暂缓 付款通知 然后甚至呢 再来 付款 恢复 恢复通知 你已经解锁不过ADSANCE的了 反正他这样一步一步 从你申请之后 他就会那个 但是呢 我有另外一个账号 我就说他到时候 我等一下可以再打开给各位看 上面就写说 我说我有欺骗的部落格 但是他不让我通过 所以 各位的部落格 篇数 请赶快增加 否则你无法申请 就这里 你无法申请 你要加广告 那因为如果你申请通过加广告 就考虑说 我要放这里跟这里 还是只放这里 还是只放这里 等等 OK 他就会派送广告给你放到该要的位置去 所以 收益的部分 一定要希望等各位 篇数多了 甚至班上大部分的人 如果篇数够多 我们讲这个比较有意义 好吗 所以统计资料你可以看一看 而且真的喔 我说你要做实验 你这个 你可以从这个发表文章 这边可以看 发表文章 这边的意思 就是有 多少人看过 这边就是有多少人留言 为什么都是一样 因为 自己 我发布出去的时候 他自己有跑出了 同样的文章 放在留言当中 这没有什么特别 主要是这个 有多少人看过 那你可以看喔 我这篇数里面 只要我有放到 我找一个 我之前 我之前有找 之前有发布 这是几月几号 9月 我给各位看那个 那个什么 499 直乱 那个 499的时候 我有在 我有写一篇部落格 然后叫大家 去那个 然后再丢到 FB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 有49 你看这边 这是自我介绍不对 是 499 是 5月初啊 那应该再 再更之前一点 来看一下 还是我没写到这里 那这里 499快闪 方案 我有分享到 部落格 你看看数据上 就差多少 其他的 课程录影 我没有 我没有放上 我没有分享到 部落格 分享到 FB 对不起 这个 499快闪 我当时 我就简单的 编了 编了一些 资料 你看 我就编了一篇文章 然后放照片 然后这边 登登登登登 然后对不起 我这边额外报告 哪个课要开了 然后这边 我就 写一些资料 然后就把这一篇 分享到 AFB 那各位就可以 看得到 有分享到 AFB 到哪里去了 就在这里 有分享到 FB 跟没有分享到 FB 差多少 所以各位 文章 如果发布完了之后 就是你可以先用浏览 检视网址 浏览了之后呢 你把那篇打开来看 假设这篇 阅读更多 我把它打开来看 看一看这篇文章 跟假设这篇文章 我打算分享 你就到底下来 这边 分享到 FB 甚至 你可以分享到 其他的 这个 比较 Twitter 分享到Twitter 也算是一个 社群软体 你看你分享到AFB 它就会这样子 要你登录账号密码 登录 然后接下来 就是把这篇 弄在你的 FB的账号 等 你要公开的讯息 动态留言 然后到最后把 打一打字 发布出去 你的好友就会看到 可以吗 所以 有分享到AFB跟没有分享到AFB 看刚才的流量差得快 不会多 OK 好 来各位可以再试一下